大家好,我是小芳 今天我们要杀两只鸭子做腊鸭 这一批有四只 有两只母的在下蛋 吃太多的稻谷了 所以这两只先杀了做腊鸭 还有一批小的 那批小的过年也可以吃了 这个鸭子是鸡 稻谷长大的 是纯正的土鸭 这个鸭毛也是可以卖的 一块钱一个 比较便宜的时候才五毛钱一只 好了,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还要用稻草烧一下 把这种小龙毛烧掉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一群豆过年也可以吃了 用火烧过之后 我们要用刚才烫鸭毛的水 来洗一遍 它可以去腥味 去那种火烧味 好 好了 洗好了 就这样子 就在水里 水里 把水 放入 水 水 放入 油 水 炒烤 水 水 我们现在要撒盐腌制一下 好了 我们用盐腌起来放两天就可以了 经过两天的腌制 我们这个鸭子现在已经可以挂起来了 不过我们要先做几根猪条 煮一条我们已经做好了 这些残渣直接烧掉了 先把这个鸭子把它拌开一点 要把它撑开 一个鸭子要两条 好 这个可以挂了 好了 我们就这样挂着用火烤烟熏就可以了 过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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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